今天上午大普似乎在房子遭到强拆后 第一次北上凯达格兰大道召开记者会 向记者展示破碎的家当 并提出四项诉求 自救会随后前往卫生福利部 向总统马英九和行政院长江仪化喊话 面对记者询问 马总统和江仪化院长没有任何回忆 这些沾满淤泥的衣物 变形的热水瓶和铁碗 都是大普张药房老板娘彭秀春 从强拆后的瓦礼堆里搬出来的 看着这些家当的残骸 欲哭无泪 你看那瓦礼堆的东西 都是我三十几年的家当 我要出来的时候我有家 下午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家 我的家当全部都没有了 7月18号 彭秀春和其他聚拆户北上 凯道陈勤 与此同时 辽宜县政府却出帮怪手 强拆张家房屋 强拆后 还要求张家必须支付处理费 二十四万两千元 而且这笔处理费的金额 和土地征收补偿费 竟然一模一样 此就会向中央政府提四点诉求 并要求马政府在8月18号 强拆满一个月前回忆 此时马英九总统与江一花院长出席卫生福利部接牌典礼 周围部署大批警力 自救会与声援的民众也来到现场 向高层喊话 远方喊话声不断 马英九与江一花面对记者询问 没有回应 马总统离开时 真大地正系教授徐世荣向马英九坐车高喊口号 遭严谨拖至路边 最后被警车带往派出所 新唐人他电视成灰魔省为童张启麟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